如果美國得罪他 就會有很多人害怕 為什麼 他會報復 你和人有了過節 結落了冤仇 怨怨相報 永無憂子 生生世世都搞不清 這是最可憐 最可悲 最愚痴的事 佛禮經經常說 可憐敏者無過於事 我們今天學佛 學了這麼多年 稍微明白了 確認了一些 確認之後 我自己走哪條路 這一生當中 決定不得罪一個人 人家毀謀我 侮辱我 陷害我 我歡喜接受 為什麼 過去我曾經這樣對他 今天他這樣對我 我就報過你 報過來我接受 我沒有親為心 我沒有報復心 我們的仗就了結了 一筆一筆了結了 這樣我歡喜 一生輕鬆自在 如果有一點心還是不服的 還有一些親為 還有一些想報復的 這樣就不得了了 為什麼 我這個冤仇這個仗不止沒有了結 又加深了 內世怎麼辦 念佛 往生不到 為什麼往生不到 冤架債主 拖著你 你走不掉 葉障消除 阿彌陀佛 拉不動你 你下面的冤孽 很重 很多 這件事我們一定要知道 到這裏 讀到這兩句 生死疲勞 從貪欲起 我們要知道 真是要覺知 被覺悟還要深一層 絕對不跟別人結冤仇 決定接受別人的侮辱陷害 甚至殺身 我都接受 為什麼 我的身被你殺了 我的靈魂往生幾多世界 我還感激你 你早日送我往生 一絲一毫怨恨都不應該有 一絲一毫的報復不應該有 學佛 完全由自己身心到下功夫 和外面境界毫無相干 後面兩句 小欲無為 身心自在 那是佛教導我們 現前應該怎樣做佛 換句話說 我們應該怎樣生活 怎樣過日子 怎樣處事待人接物 佛教我們這八個字 小欲無為 身心自在 欲既然斷不了 但是盡量要減少 世尊當年在世 為我們做出了最好的榜樣 他的生活 用我們現在人的說法 就是最低的物質生活水平 印度那裏是熱帶的 所以他的衣物不用很多 三衣 一撥就夠了 在印度呢 這些是最低的生活水平 佛法傳來中國之後 中國在印度的北方 有四季 三衣就不足以保亂了 所以來到中國之後 佛法完全就變成了中國化了 這是佛法了不起的一種措施 和佛法在經裡面講的 諸佛菩薩 事然在世間 沒一定的身形 應以什麼身得道 他就以什麼身 他沒有執著的 應該為眾生說什麼法 他就說什麼法 所以沒有定法可說 沒有一定的形狀 這個道理 我們要知道 佛法確確實實 是高度智慧 通拳答辯 所以他在實法界裡面 長通無阻 沒有障礙的 這邊有障礙就去那邊 他沒有障礙的 他不固執的 我們看看 有不少宗教傳到來中國 但是都沒有佛教和中國人 中國文化相處得這麼融洽 變成一家人 什麼原因呢 他們執著 我記得 我在小時候 讀初中的時候 那時候是學英語 上補習班 補習班的老師 是個牧師來的 是個基督教徒 很慷蓋地跟我們學生說 基督教傳來中國一百多年了 在全中國 百多年了 中國的人多 那時候 差不多有五億多人了 抗戰剛剛勝利的時候 我們抗戰期間 經常讀到四萬萬五千萬 大概抗戰勝利的時候 有五億多人了 他說 中國信仰基督教才一百萬人 我不好意思說出口 就好像是接受不了他們 為何佛教和中國人變成一家人呢 裡面有個道理 佛教通權達變 基督教是默守成規 中國人接受不了 他一定要建西方式的教堂 我們中國一見教堂的形式 一看外國文化 都不想進去了 佛教傳來中國 建成中國宮殿式的 一看我們皇帝住的地方 立刻進去參觀一下 去膜拜一下 所以這就是不同了 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學佛的人慢慢慢慢疏忽了 經教 不重視研究經教 所以中國這些法師去外國文化 見道場也見宮殿式的 那就錯了 大概在四十年前 我在台灣 我還未離開台灣 有一些出家的朋友去外國文化 我就勸他們 你們去外國不要建寺廟了 他問我 那建什麼? 建祠堂 我勸他們建祠堂 提張孝道 佛道是師道 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之上 你沒有孝 哪有老師? 我經常勸他們 但真的聽我的 沒有一個人 一個都沒有 去外國還是建寺廟 寺廟還要建成中國形式的 道化 所以道化眾生的對象是華僑 一個美國人都沒有進去 大家想想 如果在兩千年前 佛教傳來中國的時候 那些印度高僧 見的道場都是印度式的寺廟 那些文章